橘四代儿童保护运动 爱孩子领暴力 儿福联盟推动橘四代儿童保护运动 迈入第十二个年头 呼吁家长们停止用体罚的方式管教孩子 练习使用有效的正向教养策略 今年儿福联盟特别邀请网红那对夫妻 爸爸Kim和女儿妮妮分享亲子相处之道 其实我像我跟妮妮的孩子之间的沟通 我们觉得难免其实有时候遇到突发状况 其实父母跟孩子的情绪上都一定会有突然的高涨 那我举例像可能妮妮可能一开始接触小学 那功课就开始克力压力变得很多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孩子可能这一题不懂 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为什么不会 但当下的我就会换位思考 想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也不会 所以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学习 那学习完才会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阶段 就会很容易造成的父母情绪真的不是太好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 我刚刚看到妮妮可能她已经开始觉得 有点不耐烦了 或已经有点无奈了 我们就会停止写功课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可能去公园走一走 我们去公园吹个泡泡 或去公园骑个脚踏车 然后再回来写作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换一个场地 换一个空间 大家感受到情绪的释放 释放回来 我们再来完成这个作业 那如果说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就会说 那我教个甜点 我们吃个小点心 那点心时间 那吃点心可能 小朋友心情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嘛 那再回来学习 其实我们在一起慢慢沟通的情况下 慢慢把它学会 这个时候父母其实也已经有冷静期了 我觉得再回来 他的情绪就不会一直停留在 当下的那种高涨的情绪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自己是用这种方法去 跟陪伴孩子再学习这一块 如果今天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 我通常是回到家之前 其实我们要自己消化完 那怎么消化呢 其实大人也可以去公园 我们回到家之前 可能去公园散散步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开车 下班开车 我们可能会在车上 先冷静 听个音乐 让自己的情绪先 回复到一个比较 因为毕竟回到家 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不应该把工作的情绪 带回到家里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个人都会在 把回家前的工作情绪都放掉 那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 而福联盟也指出 今年进行一项调查发现 有六成以上家长 仍用体罚烂骂管教孩子 呼吁家长能了解体罚 对儿童身心健康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这次调查的数据 发现说有六成多的家长 他会用体罚的方式 来教养孩子 那其实也有六成多的表示 他们会用言语暴力的方式 包括威胁他 比如说 你在这样我就打你 之类的方式来教养孩子 那其实他们的背后 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教养 有一些迷思 可能认为说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或者是认为 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可是从儿盟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关心局时代 大概已经有十几年 我们的调查发现说 其实这些体罚的行为 都会造成孩子 一来有负向的心理 他可能感觉到愤怒 或是不开心 那他的教养效果 其实并没有很好 此外长期的话 也会造成 他们的自尊心比较低落 或者是暴力行为比较严重 那国际上也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调查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体罚对孩子来说 长远是很不利的 其实我们要看到 体罚对孩子长远的不利影响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 陪伴家长用正向教养的方式 来面对教养孩子的相关问题 那立法的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目前民法 其实是有明确的说 家长是有惩戒权 那国际委员也是建议 要拿取消这一条 那由于这个 其实依照儿童人权公约 就是一切形式的暴力 都不应该发生在孩子身上 为了让更多爸妈 能感同身受 打骂或是体罚孩子的时候 孩子身心受创的感觉 儿蒙也首次推出 VR沉浸式教养体验影片 民众只要进入局四代活动官网 就可以选择用大人 或是小朋友的视角 进行亲子情境的体验 没有 其实我觉得那个最后面 就是最后面那个爸爸已经魔魂了 那个就好像代表孩子内心的那恐惧 已经根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做了什么 只知道说爸爸好像已经变成一个人 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样子的东西 对 真的蛮可怕的 好 很感谢Kim跟你 你应该透过那个换位选择的这个角度 来透过你自己亲身的体验 其实我们期待更多的家长 然后可能跟你的孩子 也许可以一起在家里面 不管是有VR设备 你可以选择VR版本的 没有VR设备时间 大家可以一直看影片 去体验那个孩子的角度 刚才你你的体验爸爸的角度这样子 然后Kim体验了孩子很恐惧的这个角度 其实是我们期待大家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 这样就像你们刚才分享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因为体验完之后 之后如果有这样子可能的 以往会这样子的家长 就可以去想象 这个体验的过程中 自己是孩子的心态 对 这就真的一个很棒的 换位思考的一个影片 然后也很期待 也许这一个影片也可以促成 大家开始去做正向沟通的 一个很好的美界这样子 那这一次我们 其实我们已经推动G4代 就是爱孩子林暴力的活动 已经有十几年 那今年呢 特别推出一个VR的影片 那主要是希望家长跟孩子 可以练习换位思考 我们会有换位的选择 那期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影片 帮助大家换个视角 看看不同的角色 到底要怎么选择 一个好的相处方法 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家长 如果有任何教养问题 可以打我们免付费的教养专线 而福联盟鼓励家长们 开启对话 练习使用有效的正向教养策略 也呼吁政府和立法机关 能积极推动在法律层面 保护儿童不受体罚 记者 陈淑平台北报导 即选拥换眼睛